美国蔓延全美的确诊病例超过700起了 累计死亡病例来到26人 最近不少跟川普接触的共和党人 纷纷因为曾经跟确诊病患近距离的接触 宣布进行自我隔离 让外界很担忧川普的健康 白宫发言人表示 川普没有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任何的确诊者 所以不用做筛解 目前川普的健康状况良好 再来我们带你关注现在全球的确诊最新状况了 目前在全球的确诊状况呢 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 我们带你关注中国现在还有 现在依旧是最严重的 而台湾目前的确诊病例是维持在47例 一个人死亡 意大利呢同样是状况相当严重的 再来我们要带你关注 现在很多国家运作都已经受到影响了 泰国这边呢宣布停办每年的重头戏泼水节 蒙古在昨天出现了首起病例 开始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 小民众跟投资客有兑换大量人民币的需求 没想到一名诚信男子 看准商机组成诈骗集团 他用这种真抄假玩具抄的方式 诈骗投资客2000万 第二批武汉包机终于顺利 再活了300多名的国人了 但是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我们带你关注 先来看的是一开始起飞的华航 9点43分起飞终于在11点37分反抵国门了 但是本来是5点就要起飞的 后来延到了8点又延到了9点43分 为什么一波三折呢 来看看 其实第一时间是有些民众不愿意配合的 11个人没有报到 更奇怪的是你都已经决定要搭上包机了 为什么在现场不愿意配合防疫呢 18个人拒检 所以最后没有搭上包机 但是也因为在检测的过程中 发现有两个人发烧 因此两个人请下机 而陪同他们的两个家人也依此下机了 另外大家关注就是因为华航延迟了 所以第二批的东航也跟着延档 在2点07分的时候起飞 4点08分的时候终于反抵国门 而大家关注的是 这次包机的费用到底该怎么算呢 其实参考各国他们包机的方式的话 机票基本上旅客是要自己买单的 所以看起来呢 预计这个包机的机票 华航这边可能一个人得负担六千七百块 那么东航应该也会比照办理 但是大家值得关注的是 刚刚跟你提到了 第二批的包机四点多才抵达桃源机场 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也全程坐镇 早上十点 指挥官还要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状况 因此很多人都很担心 陈时中他的体力到底有没有办法附和 而目前最新状况 把时间交给记者苏佩宇 搭上包机这个过程是相当严格的 因为必须裁剪阴性 没有发烧才能登机 全程有四名一十九名的护理人员随机 陈时中强调 我们的简易量能已经大幅提升了 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 不可以没有救到人 反而害到自己 我们就带你看看这个华航包机的最新状况 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的 起飞时间也一再地延后 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起飞 而且在深夜十一点多抵达桃源